哇 天呐 打架了 抛下的 抛下的 它什么 姐姐姐只要2000块 哇 这个 有种末日的美感 哇 好热哦 十二点零一 刚好 所以 我们现在来到了涩谷 简单来说呢 我们就做一个 中京通宵挑战 从现在十二点 都带到早上 OK 可能当时在外面有点内向 没说清楚 还补充一下 我们这一次呢 是要通宵待在东京街头 从凌晨十二点开始 待到早上七八点 这是一座蛮生气的城市吧 就感觉可能晚上发生着什么 我们白天看不到的事情 所以 这次用这个机会 好好地 静静地观赏一下这些城市 这其实是我们第二次了 三个星期前 我们来拍过 但是那个时候 时间选错了 然后我们今天特意来 今天是周六晚上 还是一样 冒险机跟着我们 然后 呵呵 然后 呵呵 有任何疫情的东西 陌生人之间 就开始在全家门口聊起来 诶 有人坐在地上 才十二点半诶 已经喝得站不动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在社会 最大的感受就是 一直在搭讪发生中 我这什么预访 就那种可能我相机没拍的时候 我突然就转头 然后就有两个女生走过去 一个男生走过来 就跟他说 要一起玩 啥意思啊 为什么要脱 为什么要开始脱衣服啊 热了 热了 脱衣服 聊热了 哇 天哪 打架了 什么情况 啥情况 啥情况 打起来了 真精彩啊 刚刚不是很友好 在拥抱吗 现在是 现在是 诶 现在在拥抱还是 打起来了 又好了 诶 又打了 又打了 什么情况 警察过去了 街头不要打架 不然会迎来警察叔叔 诶 有人在跑起来了 快要到中店时间了 奔起来 奔起来 那我看到东京的活力 这是涉谷站最后一班出来的人 哪里的车发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哇 涉谷最后一班出来的人 他们是来干嘛的呢 是要准备开始夜生活吗 还是 为什么每次一讲话 他就开始想 你还在跳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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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要去了 警察要去了 郭小跑了 天啊 然后他们在对讲机 在讲什么 可能让那边的警察去抓他们 所以他们在故意挑衅啊 天啊 1点17分 涉谷站 车站关门了 就算了 姐姐姐姐只要2000块唷 什么 这是什么 姐姐姐只要2000块 对啊 真假的 警察在抓他们三个 这两个应该 这两个是他朋友 这个蓝衣服的人又回来了 刚刚明明在往这个方向走了 现在往这个 哦哦哦哦 好晕好晕 好酷啊 这边是拉克 这是女警风吗 开始下雨了 哎他们几个在那边楼梯间喝酒 很有那个感觉 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个女生 我们刚在旁边听到她是 就问就是要不要 这个就是她的工作嘛 但是就是刚刚有一个很 吓到我们的点 那边路上不是会有很多 没喝完的水摆在一排 然后她可能口渴 她就直接走过去 直接选了一瓶 拿起来直接喝 还喝完了 COVID期间 感觉蛮辛酸吧 哦蛮多家女招待店 所以在下面有招客对不对 还蛮辛苦的 这里的男生呢也是也是在拉克嘛 日本街头这种活动 就是我们作为外人来说就看不懂 Cat又呈现这个状态了 哈哈哈哈 哎晚上这个还蛮有感觉的 日本的小巷子没有人的 Cat现在像个大妈一样 需要人服 哦 哦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哎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你们你们两个 你被打散了 哈哈哈 科普一下这个是赛文奥特曼 嗯 这个是杰克奥特曼 大半夜来逛Danggi Hotel很爽 这是在涉谷街头 平时超多人 我们现在可以很悠哉的一点点看 看了大半夜进来Danggi Hotel 被这个种草了 然后他跟我说这个可以提臀 凌晨3点20 买提臀袜 成就达成 很开心 凌晨3点半 真的有人半夜在买衣服吗 真的假的 我们现在准备转移战场去新宿 哦哦 你们直接在睡机了 到处都有人在睡觉 刚在车上看到街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看到之后我直接 啊我们就直接听这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 但是我想去任性一下下车直接去看一下 快快快 这个夜晚就要结束了快一点 跑起来 是吧 是真的耶 深夜 现在凌晨快4点钟了 在一个无人的街头 也没有摆到什么很多人的地方 太酷了太酷了 东京深夜出现的屋台 啊 下雨天和下雪天 呃 强风天 都会出来 你要点一杯清酒的话 然后你问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 他会说这个价格是用你自己来做的 真的假的 这太电影了吧 OK我们来到了非常著名的歌舞基丁 不过今天是周末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host活动 这边人怎么这么多啊 这什么情况 现在是几点啊 我没看错时间吧 哈哈哈哈 我们那一次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有个那种 POST MV 超酷的 现在4点27 还5分钟就开始出电了 第一班车是4点30多分 那大家都开始赶过来了 前面还想说 诶 坐下出电可能就没有人 然后一个人坐空档的电车 但来的时候发现算了 我想多了 电车开始啦 这是哪来的人群啊 哇就啊就这个时候下班了呢 相当于就是 怪不得路上这么多人 哇罗奎是摄影师 好敬业啊 下班了 下班了 好好休息 凌晨5点的歌舞鸡丁 因为这个雨的原因 然后大家在下班 有一种那种 光纤背后的 失落感 本来我们是准备要等日出 看来应该也不会有真的日出 跟我们看了 没关系 这个应该比日出还要更那个 难得一点 有没有病 他真的不怕临时的吗 他为了拍这个 很敬业啊 年轻人 年轻人 我... 我要去... 去一直飛 所以 这个天空变粉啦 哇 这个 这好像搭出来的景啊 有一种末日的美感 5点16分 基本上已经75%了 就感觉时间过得超快 有没有 可能是因为一直在发生很多事情 很精彩 看到了不一样的东京 电车开始运行了 天也亮了 正常的一天开始了 突然发现忘记拍那个再见的画面了 是吧 OK 拍到了 Ring is tired 辛苦了 辛苦了 可以睡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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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you been